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WOW 大家好 我是王于昕 我是尤雅琴 我是林炳轩 我是吴孟璇 我是吴佩儒 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常常很难两全其美 许多人为了赚钱就烂肯烂发 破坏山林 但随着人们尝到苦果 这种情况间接有了改善 在非洲莫三比克的农民想要富裕被破坏的林地 在种植经济作物咖啡的同时也加重更多大树 赚钱之余也要互领 咖啡是世上最流行的饮料之一 虽然因为咖啡因小朋友不适合喝 但在大人的世界很多人每天都要来上一杯 也因此咖啡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支持着许多人的生活 我们用咖啡来装饰为河庄的灵魂 葛隆葛萨山位于非洲莫三比克的中卜高原 海拔高度1863公尺 过去这里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但在经过长达16年的内战与破坏之后 小动物们消失了甚至失去了四成的原始森林 现在我们在地瓜里的棉票给我们一直在棉票 因此,根本就成全 underoso että棉票 但是我们俩在佘洲保持人性的棉票 我们正在栋 safeta第三方 我们也 presented为棉票的棉票 就南uv主棉票 全统一样未养 Verantwort 但是破壞榮譯建設難 今夜老到的咖啡農哈霍夫 在美國慈善組織的蜘蛛下 帶領著當地農民一步一腳印 一邊種咖啡一邊種樹 讓咖啡小苗在闊葉大樹的避蔭下 慢慢成長茁壯 它是在90棵樹枝大樹枝 是非常好的 但我們又如何增加這壹堆的起來 我們再增加這裡 我們最高的地位 我們更加維持春雨 我們更加維持春雨 我們把這壁的活潮變成裁造 恢復水紋就是恢復這座山的保水利 讓水渗入土壤成為河流系統的一部分 而造林計畫能夠成功運轉 也是多虧了專家們 常年的耐心稅福 甚至在政府和反抗軍關係緊張的時候 因為反抗軍的營地就在山上 農民們還得被迫撤離 幸好現在局勢穩定下來 讓專家和農民們可以繼續遭臨大忌 讓森林恢復生息 也讓人們可以品嘗到更多的好咖啡 太陽提供我們光寒熱 讓地球上的生物可以生存 而且太陽的熱還可以拿來曬乾衣服 制炎及保存食物呢 而且人們開發的就是太陽能 沒錯 因為太陽能的能源豐富 而且陽光就在頭頂上 不必認輸 對環境的污染很低 可以提供人們所需要的資源 為了徹底使用太陽能 人們開發了革命性的工具來顛覆餐飲界 咦 怎麼會是餐飲界啊 因為專家發明的就是太陽能料理啊 專家拿著亮晶晶的炮筒正準備要發射禮炮 哈 開玩笑的啦 這一個長長的金屬圓筒就是今天活動的主角 太陽能炊具 在中國山東德州舉辦的太陽能美食祭 現場一字排開 出目所及 到處都是太陽能料理 這種新興料理的廚師要來告訴大家 如何用太陽的力量做出一盤好吃的料理 用起來還是很好的 很新鮮 然後我們經常出去旅遊的時候放在車上 然後就是在一個景點 它不必用火嗎 可能就開始用這個東西 大家看起來很新鮮 一開始感覺是新鮮 但是在做的過程中就是大家感覺很實用 一開始大家對這個東西能比較陌生 然後感情是不是會有危險 其實這東西其實是沒有的 一轉眼 熱騰騰的包子蒸好了 太陽能料理使用特殊的炊具 利用真空管內的熱能來悶熟食物 裡面的溫度最高可以達到攝氏400度 創新的烹調方式 吸引了許多新鮮廚師起來百思學藝 比較乾淨 不會有什麼油煙之類的東西 然後不會讓人就是有一種那種 我有點受不了的那種感覺 反正就是用太陽能做飯比自己在家 用那種炒鍋做飯什麼都好 現場的幾十道美食都是用太陽能炊具做的 不用火也沒有瓦斯 就連大家愛吃的湯麵也是這樣 一勺一勺咬到炊具裡 再用太陽能熱力來煮熟 太陽能能做菜 無火無煙 而且無害 還可以做到烤 蒸 煮的烹飪方式 比起傳統大火快炒的料理方式 減少了大量油煙 我以前回到家 身上在廚房呆了一天 那個油煙味熏的不行 我媳婦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就得洗澡 然後就是我乾了太陽能做菜之後 乾了這房廚師之後 回家之後我媳婦還問我 你身上的油煙味怎麼沒了呢 隨著把炎冒出 想換噴的糖麵好了 刀到碗裡就可以食用 不過可別以為太陽能料理很簡單 當中有很多的小技巧需要學習 你做太陽能廚師的話 你是經過反覆的試驗 然後自己心裡大概有個預期 什麼樣的肉 什麼樣的蔬菜 然後什麼樣的天氣 裡面什麼樣的溫度 然後大概做起來可能比之前炒菜來說 可能更麻煩一些 更辛苦一些 不過辛苦是有代價的 瞧會想上的人們吃得多滿足啊 這個是真正結合了烤和煮的兩個的優勢 又比較軟和 但是味道又特別香 所以剛才酒店 今天酒店餐飲的那個經理過來的時候 我們還一再問 這真的是用太陽能做出來的嗎 真的是不敢自信 太陽能為人類創造了新的生活形態 因為人們提供了綠色能源的新選擇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 你我都有機會嘗到有太陽能做出來的佳肴 鮮魚蛇蝦是形容心地不好的人 孟軒 你知道為什麼嗎 嗯 這大概是因為毒蛇跟蝎子都有毒吧 沒錯 牠們不但有毒 而且有可能讓人致命而死 在巴西一個小鎮上 因為毒蝎子實在太多了 讓許多人受傷 所以牠們決定展開烈蝎大作戰 小心啊 蝎子來了 巴西里悅熱內爐的一個小鎮 正飽受毒蝎攻擊 郊區牧原的工人 全都被毒蝎遮過 我們患了這個疫情的小鎮 因為所有工人已經被捕了 這些小鎮 但他們大大 有很多 現在我們有小鎮魚蛇 但以前我們不曾經有這個 別小看這小小的蝎子 要是被牠尾端的毒針掃到 那可是會讓你痛不欲生 在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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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腿上都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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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腿上 腿上都痠了 在腿上都痠了 在腿上都痠了 根據統計 2013年 巴西全國被毒蝎遮傷的病例 有七萬八千多件 到了2017年 卻增加到十二萬五千多件 中毒死亡的人數 從2013年得七十人 到2017年 直線上升到一百八十四人 足足增加了一點六倍 在腿上都痠了 大概十五分鐘 我開始感受到 手臂的腿上 然後我去了健康 他們給了我一個 封鎖 因為那裡 還沒有什麼特別的 毒蝎虐的地方 大多是偏鄉的小鎮 偏偏這些地方的醫院 醫療資源都很缺乏 直到最近疫情 真的太嚴重了 才終於得到抗毒血清 這是一個疫情 一個大冒犯 從四、五年來到這裡 今天我們可以接受 這些病毒的病毒 如果被遮傷了 就要趕快去醫院 途上抗毒血清 如果延誤了救疫的黃金時間 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對於兒童來說 吸毒可能致命 為了解決問題 衛生人員除了加強防治工作 從磚縫、布靶和各種縫隙中 展開獵蝎大作戰 甚至還放養了蝎子的天敵 雞 我把蝎養放了一些蝎子 我把蝎養放進去 以為蝎養幫助 吃的蝎餅 而搜集到的蝎子 將會帶回實驗室 製造抗毒血清 專家說 雖然蝎子大量增加的原因 至今還不是很明朗 但應該與城市的 規劃不良 脫離不了關係 有一種動物 圓圓的、小小的 遇到敵人的時候 會縮成一團刺刺的 你猜什麼動物 這麼簡單 是刺蝎嗎 答對了 圓圓小小的刺蝎 有人覺得牠很療癒 很可愛 但是最近在英國卻發現 刺蝎的數量 越來越少了呢 為什麼呢 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英國的考克斯太太 在自家花園的小屋 照顧受傷生病的刺蝎 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了 可愛的刺蝎也滾滾的 平常的牠最喜歡躲在農地 或是茂密的灌木層底下 而最近有份報告指出 近二十年來 英國小小的刺蝎大幅減少 數量只有過去的一半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 來到澳洲的野生動物保育區 保育專家說 農地裡沒有昆蟲 刺蝎找不到東西吃 只好跑到城市 而城市裡 這裡的飄飄亮亮的花園 也越來越找不到 刺蝎的容生之所 但是我們現在有很多 有趣的牠們 我們想要蝎蝎的牠們 我們沒有保育的牠們 在那裡有牠們 那裡有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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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牠們 有牠們 也有牠們 所以我們有牠們 在牠們的牠們 也不適合牠們 想不到花園修剪得太乾淨 也會影響到小動物的生存 這是專家用演示鏡頭 拍下的刺蝎密食畫面 為了給刺蝎友善的生活環境 保育人士呼籲 希望民眾停止在花園用藥 在除草或生活前 全圈附近有沒有刺蝎 在家花園的圍裡底下 撿個小洞讓刺蝎進出 甚至還可以擺個刺蝎屋 給刺蝎休息 刺蝎的消失 讓人們感受到了 事情的嚴重性 也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刺蝎的春天可以趕快來臨 不用急去冬眠 近年來因為環保意識抬頭 越來越多酒店或是民宿 都加入了綠色酒店的行列 除了乾淨舒適外 也要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像是減少碳足機 還有減少製造垃圾等 目標就是永續經營 英國有幾家酒店 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一起去觀摩看看吧 綠色的植物 爬滿了建築物的牆面 這裡是英國倫敦市中心 一家歷史悠久的老牌酒店 賞心悅目的植身牆不但環保 裡頭的上萬顆植物 也為小動物提供了棲息的家 住了健能 他還能改善空氣品質 近年來環保儀式抬頭 英國許多旅館都加入了綠色酒店計劃 傳統的飲食下午茶 也多了低碳素食的新選擇 旅客省得住宿 除了考慮舒服 便不便宜 現在連環保環保 也成了重要的指標 除了回收可再利用的灌洗用品 酒店還計劃在2022年 全面停用塑膠小包裝 自閉症患者 因先天大腦傳輸訊息的方式 與一般人不同 所以有社交 還有人際溝通上的障礙 他們又被稱為星星的孩子 為了幫助自閉兒 美國的科學家突發奇想 用機器人來幫他們學社交 究竟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一起來看看以下的報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全球每160位兒童中 就有一位自閉症者 自閉症是先天腦部功能受損 而引起的發展障礙 通常會伴隨著癲症 過動或是孤僻等問題 而典型的特徵為 反覆特定的行為或興趣 以及人際互動或溝通障礙 而也因這兩大特徵 嚴重影響著他們的作息 羅伯特開心地玩彈跳床 從外表很難辨認出 他是個自閉症兒童 羅伯特有三歲的症狀 他... 他... 他平常跟人有難度 他很近的人都很容易 但他很近的人都很難 但他很近的人都很難 為了改善自閉症者的社交障礙 美國耶魯大學提出一項 機器人實驗計劃 透過機器人來了解 自閉症兒童與一般兒童的差異性 並用機器人來教他們 學習社交溝通 俄羅伯特是參與此計劃的自閉兒童之一 藉由每天半小時的互動遊戲和講故事的活動中 提升自身的人際共同能力 我從看過雷龍和相關人員 他心裡會痛苦 或或喜愛 那便真的聘機了他 我認為他 bringslikenapple 不過機器人除了能解散自閉症者的社交問題 在其他的醫療領域上也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科學家常使使用機器人來治療失智患者 或是陪伴年代的长者 和学生障碍 机器人一定是冷冰冰 难以接近的吗 透过科学家的精心研发 机器人陪伴生病的孩子 协助疾病的治疗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好搭手 没想到冷冰冰的机器人 也可以教自闭症儿童们学社交 对呀 他们先用机器人 让自闭症儿童学习财源观赦 与他人接触 等熟悉之后 再实际和真人相处 如果包装媒体的介绍 现在大家已经逐渐认识自闭症了 但是对于要如何与他们相处 却也就不大了解 所以今天小组我们也搜集了一些资料 要来教大家什么是自闭症 以及如何与他们相处 一起来看看吧 这张是我的 我要介绍的是自闭症儿童 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障碍 像是第一个社交互动或是沟通会有困难 第二个就是比较 会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的这个症状 从儿童 儿童时期就会 就是有 会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第四个就是 就是生活上一些 选择会比较有障碍 然后第五个就是 他们可能会直接排除掉 比较智能的问题 像是国语 数学之类的 这一个是我的 自闭症儿童 会有这些表征 像是他的口语能力 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很清楚 然后没有办法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或是他可能对某些声音 过度敏感 或是他可能难以接受改变 然后或是他可能 过动或是被动 这样子 我听说 自闭症儿童会有一家说 鹦鹉式对话 就是一直重复讲同一个句子 或是同一个 广告区之类的 对 是我的 就是 我跟我以前班上的一个 自闭症同学的相似 首先是这幅画 这幅画是 某一次我们在圣诞交换礼物的时候 交换 我送他一盒 巧克力的恐龙 挖掘主 他就送我这幅画 这幅画是他自己画的 他是画 这个狮子是我 这个鳄鱼是他 然后我们两个在森林里面 快乐的玩 然后 我发现他非常有美术天分 像是这张是 我们某一次在一起画一张 运动会的海报 然后 他把跑者全部都画成动物 那终点先是一条蛇 我觉得这张画很生动 他用的色彩也很鲜明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就是 你会觉得这张画很有画面 就是 你可以想象这些东西 跑到终点的时候 对 然后 然后他也很特别 就是他有参加一个叫做 彩虹巴克斯的工艺团体 他们有会举办画展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立体的诗诗就是他的作品 然后还有那个鱼伞也是他画的 就是这个鱼伞是可以买的 然后买了之后 全部的钱都会赞助到 这个彩虹巴克斯的团体 很厉害 然后我的鱼伞就是下面那张小小张的 在画画的 那个 再来这个是我的 以致病儿的相处指导 第一个是眼睛相对 因为致病儿有的时候 他就是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可能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根本听不到你在跟他讲话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你在跟他讲话 对 所以像是有一些治疗师 他们就这样看着我 看着我 这样子 然后就是让他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身上 要听你讲道 这样子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事先预告 是你要去哪里 你都要先让他知道 让他心里有个底 然后让他心安 再来边说边做 这个比较是 比如说在教学的时候 像是那上面的举例是 你要教他洗手这个词 那你就是边洗手 然后边说洗手 那他就会把这个图像 还有这个字连在一起 这样代表他说 这个等于洗手 然后再来下面有三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你如何对他 他就会如何对你 然后还有就是下面讲的 不吹不虎不责备 如果你去骂他 你去吓他 或是你责备他 他会不敢做了 不是不是 他会去这样子对别人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会重复别人说的话 他就会这样子去叫别人之类的 所以这对他是没有帮助的 然后所以我每次 跟自闭而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有包容 然后耐心 而且亲的心 跟自闭而相处 真的是要很大很大的耐心 透过包容与陪伴 这些新兴的孩子 或许你就能够突破障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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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